川普总统讲 第一个 他不希望 给予跟中国签一个协议 而这个协议呢是不好的 就是说呢不是他想要的 第二个呢传出来的消息是 双方手呢有可能六月份见面 就是四月份谈 然后呢基本达成一致 那么五月份呢收尾 六月份见面 那么这种变化呢 实际上是双方合力的一种结果 从美国的角度看 我认为美国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并不是美国急于 要签这个协议还是不签这个协议 美国的眼光已经超越了这个协议 已经超越了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 已经超越了美国的贸易逆差 换句话说美国现在并不是急于想解决他的贸易逆差问题 他要解决吗 他是要解决的 但是他要的是全部吗 不是 贸易逆差是个很大的问题吗 不是 因为他们发现了更大的问题 这个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前面一直讲的 美国担心的是国家资本主义 而通过跟中国近一年时间的这种博弈谈判摸底 美国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美国现在是害怕国家资本主义 因为他发现国家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虚拟的东西 它是一种现实的威胁 所以当美国的这个看法发生变化的时候 他贸易的这个目标啊 他最终要达成的这种结果啊 就发生了变化 因为美国整体上对中国呢 有了全新的认识 过去觉得中国偷美国的技术 偷美国的钱 现在美国的认知发生变化 美国有一种担心 就是中国会要美国的命 而这种担心并不是 在美国开启这场贸易争端的时候 美国就有的 而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双方的博弈 国杀 美国得出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啊 美国对于中国这一届领导人的全面摸底工作 应该是完成了 对于中国的政治走向 政治理念和治国学说 应该是已经掌握得比较清楚了 正因为掌握得比较清楚 美国才变得担心了 美国害怕中国变成又一个朝鲜 而这种担心不是无凭无据的 就是美国已经判断中国有了这种趋势 中国有了走上朝鲜的这条道路的这种趋势 而一个朝鲜已经让美国非常难应对 美国并不是害怕朝鲜 美国可以解决朝鲜问题 用什么手法都可以解决 用经济手法 用政治手法 用武力手法 都可以解决朝鲜问题 因为这种力量对比是一边倒的 是绝对碾压式的 但是当美国面对中国的时候 美国没有这种绝对碾压的这种实力 而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有核大国 这种碾压会带来双方的灾难 所以这让美国着急或者担忧 而且美国通过贸易战 通过压迫中国 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另外的一个结果 就本来压中国进行开放 开放市场 开放人们的大脑 但是美国发现 中国不是变得更加开放 而是更加保守 中国所有走的路 都是朝鲜走过的 有非常明显的 强烈的朝鲜化的迹象 而这是美国没有看到的 也没有预判到的 美国没有想到 中国这一届领导人 政治领导人 改把这个大国带到朝鲜的道路上 这不是美国原先预判的结果 这是新情况 美国已经在这种局势下 看到了贸易战的不足 贸易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美国不在意签一个贸易协议了 当然签最好 不签也没关系 因为它有了更高的目标 或者它有了更大的担忧 这才是当前中美之间 双方博弈的心态 那么美国这个判断正确不正确 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判断走向朝鲜 这条判断正确不正确 那我们来看几件事 这几件事透露出来的信息 信号给天下传来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或者传来一个什么样的预期 最近就是中国高层领导 在高校开了一个会 就是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这个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中国是这种年年都有 几十年一直都是这种结果 但是最近是强化的很厉害 这个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它的阻止就是 主旨就是 不要让这些孩子乱想 不要让这些孩子乱问 不要让大学生乱看 要让他们看到 我们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 要让他们问 我们让他们问的问题 而且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给他的答案 如果说过去高校里面 还允许孩子们自由的问问题 然后呢老师回答问题 现在的方向是 我既控制你问问题的方向 也控制你的答案 就是预设一个答案给你 这种思路这种趋势非常明显 整个高层的讲话里面 就围绕这一点来做 就是怎么洗脑 我们不说这个长期的危害在哪里 就说对高校的这种管控 这就和朝鲜 非常接近 不能乱问 乱看 乱读 也不能乱回答问题 朝鲜化 高校朝鲜化 再看最近网络上进行 当然进行 一直进行水军啊 五毛进行这个管控啊 扫掉了一个叫米蒙的 我没关注过这个网站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稍微看了一眼 他说了一句话 然后就引起高层不满 也许因为他讽刺量比较大 那么高层把它关掉了 而且传出来高层讲话说 如果过不了网络这一关 共产党就过不了 长期执政这一关 言下之意 把网络的安全 把网络的管控 和共产党的执政联系在一起 这个信号很明显 就是加强网络管控 跟高校一样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虽然中国没有法 领导人的想法也是法 对吧 这样就把网络也拐起来 这够了吗 这不够 最近又有一个文件 关于农村的文件 据说这是据明镜新闻报道 这个高层开了一个什么安全会议 安全委员会的会议 然后呢 讲到了农村问题 这个农村啊 这些人过去呢都是在外面干活 现在呢外面不爱带他们了 因为也没多少就业机会了 又不能叫他们失业 那么就把他赶回去 赶到乡下 因为中国实际上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啊 还是农村户口 把他们改到乡下呢 这样他就在城市闹不起来了 对不对 城市保证是安全的 那么在这个局面下呢 农村是不是安全 所以高层说农村要加强党的建设 去年谈的最多的是 把支部借在车间 今年可能抬的重点是 把支部借在生产小队 就是让党到乡下去 到农村去 到这些青年回去的地方 干什么呢 跟着你啊 不能生乱 不能说我就跟着你 开着你就玩 我要给你洗脑 要加强农村的管控 那么这样的话呢 把农村也管起来 去年轮延了 行为你 感谢观看